大灣區自住投資哪裡好 找自家兄弟幫忙 無論是市場熱華 熱賣靚盤 獨家折扣 我們都第一時間通知你 自家大灣區VIP看樓安排 專車接送為你服務 快點來我們展銷廳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 灣區首選自家兄弟 大家好 我們繼續帶大家去看看一些漂亮的高球景觀的樓盤 沒錯 就是位處中山三鄉這一邊的盡景峰 沒錯 雖然它只是一個揮桿場 即是一個很練習場形式的高球場 但這種練習場形式的高球場 在內地來說是相當安全 我講的安全就是 有一類型的所謂高球場 其實實際上它暴批就是一個練習場 不過大家都可能深知肚明 它根本上就是完全建造了一個18棟 甚至36棟的高球場出來 結果後來這些高球場就被整改 因為要求它不可以用這種真真正正高球場形式的方式去營運這種練習場 最終購買了周邊物業的一些業主們 享受到的就不是高球場景了 變成一個公園 當然 公園也沒有說一定不漂亮的 但是 由高球場伴的物業 變成一個公園旁伴的物業 這件事情就差很遠了 關於一些哥爾夫球練習場 見到好像哥爾夫球場一樣 但後來近這幾年 又被政府要求整改的一些案例和故事等等 如果大家感興趣 我之後再出一條影片獨立去講 今次主要講述這個進警風的項目 先講述這個景致方面 其實它除了一個高球的練習場 真的看到漂亮的景觀之外 它的四面邊都講得上是相當開闊舒適的 沒有什麼遮擋 大家應該都會知道 在近這20年再有一些屋苑 它的佈局要不就是圍圈 要不就是U字形 又或者L形等等 這些設計的 其實這一類型的佈局 在香港很多屋苑大家都會看到 當然 最開揚的一字排開 例如像將軍路的圍景灣伴 這一類型就最受到市場上的業主歡迎 因為大致上 景觀都是漂亮的 假若它前方是沒有其他屋苑的話 但通常大屋苑 可能都會是U字形的設計 又或者是圓圓圈 所以令到部分的內圓會比較暗一些 其實香港很多類型的屋苑都是這個佈局 在內地來說 圓圈會比較大一點 內圓來說 採光會比較理想 這次我們再帶大家回到中山三鄉這一邊 就是想看進景風的最新情況 因為剛才提到對生活有要求 對警官有要求的客戶 其實看了很多影片之後都發現 進景風這個環境是非常舒適的 它自己的內圓 第一 夠開揚之外 看到的別墅景 水景等等是非常漂亮 而看回後方那邊的一個哥爾夫球練習場 加上有一個湖景等等 亦都令人心抗神異 不過有一樣東西 都要走回我們自家兄弟的風格 就是把不好的東西都要告訴你 我們不作隱瞞 在影片的上方位置 即是樓的前面少少 現在看到的這個範圍裡面 也就是樓盤的西面板塊是有一個變電站在 而且面積都不算小 如果介意的朋友就記得了 真的考慮清楚自己能否接受到才去求買 如果你說沒有問題 能否接受到 這個進景風的項目 你就可以聽我們的介紹 看看最後感不感興趣 現在我們就交給主持Jerry 帶大家進去看看 OK 之前也有跟大家說過 我們項目目前是位於中山市 南部新城 也就是三鄉鎮 大家都知道南部新城 其實在中山市來說 目前南部新城是中山市主打的一個新城市 而我們三鄉鎮 也是很有行處於南部新城 大家可以看回我們的整個交通路網 其實都已經很成熟 包括我們很多香港朋友 都了解過 就是由香港經港珠澳大橋 過我們項目其實真的是全程 如果不塞車的情況下 真的是一個小時而已 因為我們項目可以在東面直接行 香港高速就會直達港珠澳大橋 其實也有很多朋友問過 就是如果我們不開車的情況下 怎樣可以去到港珠澳大橋 有些客戶會選擇坐輕軌 其實我覺得項目 我們坐輕軌去到珠海站 雖然是大約十多分鐘的 但是你已經轉了一程車 對嗎 如果你下站之後 你再坐車去到港珠澳大橋 就經理兩堂車 所以我個人會覺得 其實你在項目直接在Apps 叫車 坐到港珠澳大橋 其實全程都是八十多元的車費 就是經濟實惠方便快捷 沒錯 然後你再經金巴回香港 其實都是半個小時 所以現在我個人會覺得 在香港經港珠澳大橋 再經港珠澳大橋 再經港珠澳人公道 坐的士班號碼就很方便 另外也有朋友會選擇 坐香港直燈巴士 因為我們項目過去直燈巴士站 大概都是十分鐘車程 這個巴士站 目前早上六點到八點都會有 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都有班車 也都是回到香港的荃灣和泰子 也有很多香港朋友和我反應 就是如果坐直燈巴士的話 可能車程會去到兩個多小時 所以我依然都會覺得 在我們項目經港珠澳大橋是最接近的 OK OK 你的經驗總結 也是有很多香港朋友反應 當然 那看看附近買東西 吃東西方便嗎 其實都很方便 在我們項目 對面都會有一個屏東市場 走路過去就可以了 在紅綠燈跨馬路過去就可以了 在本身鎮區的話 大概十五分鐘左右 也會有一個大型的超級市場 購物廣場 其實購物廣場 購物廣場 其實購物廣場 在車程內都可以有 那醫院方面呢 醫院醫療方面的話 在項目往西走大概十分鐘左右 也會有一個山鄉醫院 你的十分鐘是開車 開車 不是步行 開車 OK 其實基本上 生活配套方面 都是形成了十分鐘以內的一個車程 說實話 是的 那這裡就介紹完了 現在呢 我們就去樣板間 拍一些實景給大家再看看 好啊 帶大家去感受一下 好 趁著這個開關的日子 你又會不會上灣區這一邊看靚樓呢 自家兄弟提供VIP看樓安排 你想到想在哪裡看樓和買樓 想自家兄弟幫你研究 一樣可以找我們 還會和你分析樓盤優缺點 看看是不是設合你的需要 跟自家兄弟在灣區置業 還有無常售後服務跟到尾 快點來我們展銷廳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 灣區首選自家兄弟 哈囉大家好我是Jerry 今天腳步我們再次來回中山三鄉的進景峰 沒錯就是我們曾經拍過一個高爾夫行目的一個 非常之靚的景觀樓盤 現在我所伸出的位置是 他新加推三十四棟的一個大堂位來的 那我們今次是回到回來這邊 上到去示範單位看看 他進景峰目前有示範單位是設在二十三樓 但未正式開放 所以我們稍後上去是搶先看先的 而今次進景峰所推售的單位 主要是位於十樓以下 我們今次的內容會是怎樣呢 因為十樓以下 他就是全部是目前無闢的狀態 他是要去到出面才交流 所以稍後我們會去到 選擇大概在六七樓最後一個樓層 上去看看他的實體景觀 目前在售當中的 這個樓層的實體景觀會是怎樣 以及都會上去未開放的示範單位 搶先看高樓層二十二十三樓 這個樓層的一個視野景觀 以及裡面的示範單位又會是怎樣的 事不宜遲 我們不如先來了解一下 目前在售一個三十四棟的情況 然後再上去我們示範單位 以及一些目前在售的樓層去看一看 示範單位搶先看 今次我們來到的是二十三樓的一個示範單位 我身後這個樓層是八十九平方的 進來看看 鏡頭左邊的這個圓關鞋櫃 會是我們的交收標準 再看看門和門鎖 門鎖方面我們可以看到 有人面 紙文 文碼 必卡 和鎖匙 再回來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樓形 是做了一個樹廳形式的設計 三房 做了一個衛生間 首先這個是我們的餐廳 餐廳旁邊就是我們的廚房 將來廚房的雪櫃坐在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往後生活了進來 行出行入經過廚房 就只能夠在這個位置 廚房方面做了一個L形的設計 肉眼所見到的都是交收標準 廚房再帶有一個小的生活露台 將來我們的熱水爐和洗衣機 就可以放在這裡 再出去我們的餐廳和客廳看看 經過餐廳然後來到我們的客廳 客廳盡頭這個就是我們的露台 露台出來感受一下這個視野景觀 先看看這裡 看出去下面整個別墅區 還有遠處的山景 加上下面的湖景 高爾夫球景 盡收眼底 還有這個度假式的一個泳池景觀 盡收眼底 好回到裡面 剛才說到三房設計 我們先來看看最大的一間主人房 主人房進來 這就是它休息區的空間 放在一張麥克風大床 六尺大床都是九位的 然後我們再來欣賞一下這個視野景觀 和剛才的主導台 看到是一樣 而且因為它的窗台 做了一個L形式的玻璃 所以整個視野角度 是會更加開闊的 看完了主人房 就再來看一看我們的其中兩間客房 先來看看這間客房 這間客房 也都是看著山形 和下面的一個月水景 高爾夫球景 戶景 非常之正 再看一看這邊的我們的小房 這間房間比較小 這間房間就側望一點 這樣側望一點 是可以有景觀看到 其次就有一點點 會給對面的單位 另外一棟單位當作 而且這間就用來做書房 會比較建議 最後就是我們乾濕分離的衛生間 有洗手盆 我們的鏡櫃 還有最後就是我們的馬桶位 還有裡面的棋缸位 OK 這隻就89坪的 在34棟 23樓 這隻是101平方的 樹廳三放兩次 入門 我們的鞋櫃都是交手標準 再看回我們 樹廳人式的餐客廳設計 餐廳旁邊會是我們的 這個廚房 廚房方面用眼所見到的 都是交手標準 還帶著一個小型的生活露台 我們感測一下 這個小型的生活露台 OK 好 那經回這個餐客廳 來到客廳 客廳這裡做了三線門 這個拓門 三線拓門的設計 來到這裡 嘩 這個視野的景觀 真是非常之美 下面的別墅全部都價值不菲 OK 來回來裡面 到我們的客廳 鏡頭看一看我們這個客廳 好 客廳旁邊又有一間客房 這個客廳 可以看回到下面 正對著 旁邊這個碧桂園屋園的原林景 高層可以看遠處的別墅 還有山景 三鄉的城市景觀 都可以的 好 對面 再有一間客廳 這間客廳 我們將來可以自己用這個飄台 對外面 就會看回我們的 都是圓林 還有我們的湖景 別墅景 OK 最後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是帶有套匙的 裡面就是我們棋缸和馬桶 洗手盆的位置 最後就是我們休息區 再出來感受一下 這間主人房所望到的視野景觀 非常之美 在這裡 晚上在家裡 放在這裡 還在我實望 外面的景觀 好了 這間就是101平方 樹廳三房兩次的會員 34棟22樓 126坪 現在是無機狀態 交開樓之後 弄好裝修 這裡就會有一個凹位 做與關鍵櫃 這間會員是做 南北對樓雙露台的 這邊是餐廳 餐廳旁邊 有一個廚房位 我們出爐台看看 生活爐台 看著後面的一個別墅景觀 小區的部分 榮池景 遠處望山景 和三鄉整體的城市景觀 然後你還會進去 走過來這邊 就是客廳 客廳 這個是主路台 主路台 連著其他兩間房間 這裏可以望回隔離 碧桂園的員林景 遠望望山景 邊緯無遮檔 這裡有一間小房 小房都是滿住小三鄉的城市景觀 對面這間就是剛才露台連客廳的房間 客廳 客廳旁邊還有一間客房 客房飄窗可以看著三鄉城市景觀 別墅景 這間房這個位置可以用來做衣櫃 最後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帶套廁 然後這邊休息區 樓盤除了有一個後方的哥爾夫球場 看到一片綠柔柔的草地和湖景 以至遠方的山景之外 向前面看的別墅和圓林 以至水景都相當漂亮 現在我們也會給大家 慢慢去欣賞一下這部分的圓林景致 前陣子也有客戶上來我們公司 了解過中山三鄉的樓盤 以至周邊其他區域的樓盤 得出的結論他最想要的都是進景峰 原因就是他覺得四面邊都是相對開揚的環境 他認為大屋苑可能十幾二十棟 很多時候景觀未必一定是讓你看到外面那麼舒適的環境 變成看來源 他覺得就算樓盤夠寬也好 也比較迫劫一點 不知道你認不認同這件事 真的覺得一字排開的高層單位 看任何一個方向都是那麼開揚 那今集要介紹的內容就來到這裡 若然對這個進景峰真的感興趣 歡迎聯絡我們 拿多些資料 又或者直接跟我們去到現場實地考察一下 我是自家兄弟阿湯 下條影片再見 再見 有沒有試過想獲取樓盤資料 但是又不想這麼快聯絡銷售人員 又或者是擔心往後會有其他的電話促銷 自家兄弟貼心地了解到每一位客戶的需要 所以如果想直接索取樓盤的資料 可以上我們自家兄弟的官方網站 無需登記成為會員 又或者索取各下任何個人資料 我們都可以給你任意瀏覽自家兄弟網站上面 任何樓盤的資訊 包括不同城市各個地區不同樓盤的資料 你都可以在我們網站上面 隨時看到最新的資訊 樓盤單位數目 戶型圖 以及精美相片等等 應有盡有 假如你是想即場查詢 或者是報名我們的看樓安排 也可以在我們網站右上方按一下 就可以直接跟我們專人溝通 你可以上網搜尋自家兄弟 又或者在我們影片下方 已經有我們網站的連結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踢進去看看 我們切期待你到訪 我們自家兄弟資訊豐富網站 搜尋你心碎的靈盤 大家好 我們自家兄弟為了配合通關後業務發展上的需要 已經在旺角彌敦道567號銀座廣場 增設在我們的物業展銷中心 前往的方法相當簡單 你只需要在油麻地站的A1出口 轉過來彌敦道這一邊 向太子方向走過去 約一分鐘的時間 你就已經可以來到銀座廣場 又或者你也可以選擇在旺角站E1出口 出來之後去彌敦道這一邊 向尖沙咀方向走大概4至5分鐘 也可以直接來到銀座廣場 反正前往的方法相當簡單 而大廈也不會要求房客做額外登記 我們就在銀座廣場的15樓 1502A室 我們承邀你的到訪 了解更多關於大灣區的物業和資訊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